今天吃通街 終於不用只有我一個了 因為有位美女嘉賓約了她來吃東西 她就是我們的美女嘉賓阿Dee 你好 今天帶來一間我很熟悉的餐廳 有沒有聽過客環雞肥姨 當然有, 簡直是學生時期的回憶 這間就是肥姨的升級版潮肥姨 潮肥姨, 那就要見識一下 肥姨, 我們來吧 馬上, 走 經常都說, 一頓飯除了食物之外 其實環境也很重要 而這次這間餐廳 在環境上就相當有特色 是由有過百年歷史的舊式房屋改造而成 真是相當少見 而且無論是窗口, 還是閃台 都盡量保持原本的味道 而且在門口還做了一個 外表好像自動販賣機的設計 相當鬼馬 而進去裡面, 青黑色的青磚牆 再配上一對天使翼 打卡扼拉就絕對沒問題了 然後抬頭一望 就會發現古時建築美學 就是木樑 整間餐廳給人一種懷舊的氣氛 好像回到過去一樣 說完環境, 接下來當然就是介紹食物 這裏主打各種關西風味的日式美食 加上肥衣的加持 在品質和味道上就更有保證 好像面前這裏, 火隻被燒魚皮壽司 肥衣三幾下手勢就做好壽司 然後再放上特調的醬汁和火隻一下 那種香味真是忍死人 放進口 魚油和醬汁結合成濃郁的味道 令人有一種上癮的感覺 之後就到這個招牌龍蝦火山當 圓隻的龍蝦將起肉放在飯上 再加上芝士、蟹籽和三文魚濫沙鱗 賣相就自然沒得彈 除此之外 這裏的蟹籽、蟹肉、肉籽燒都相當不錯 即叫即做, 而且蛋味十足 外層放滿蟹籽和蟹肉 切開裏面還有拉絲的效果 但好吃的東西又怎止那麼少 這裏的薄脆燒雞皮 牛漢堡卷餅和豬軟骨烏冬 吃下去, 雞皮就夠脆夠香 豬軟骨濃郁鬆軟 卷餅就口感豐富 每一樣都是精心製作 而且性價比十足 真是充滿了肥衣的風格 試了這麼多款這麼好吃的料理之後 我自己個人比較推薦 就是這個龍蝦火山丼 為甚麼呢? 因為它就這樣看, 賣相 大拍頭已經很吸引 而且它的龍蝦肉真的非常紮實 加了一個芝士 燒過後, 香味特別之出 而且它不止只有龍蝦一款 因為它中間有蟹籽、肉籽 而且旁邊還有一個拌過的三文魚腩碎 所以吃下去非常豐富 大大份, 很滿足 阿Dee, 你呢? 我很喜歡這個牛漢堡卷餅 因為聽他們說, 餅皮是自己製的 很香, 而且它不會太滑 因為裡面有牛, 但它是甜甜的 然後有很多菜 中和味道, 其實整件事很新鮮 而且很少見在日式料理上有卷餅式 因為卷餅比較偏向西式 即墨西哥或其他地方 而它有卷餅的出現 即是可以符合到其他不同口味的群眾 我自己就比較特別喜歡 這個火石鼻燒魚皮壽司 因為只是這裡才吃得到 因為它這個魚皮是很特別的 就是用了一個三文魚的魚皮 你知道三文魚比較肥 還有油脂比較多 所以它是輕輕隻燒過 加了一個鼻製的醬汁 甜甜的, 非常之好 入口是非常之正的 因為它的油脂馬上融化 連醬汁一起在你的口腔裡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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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非常幸福的感覺 聽到我流口水 來大家要嘗試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試了烏冬 它的豬軟骨燒了12個小時 所以很入味很軟 然後烏冬其實的湯底是比較清 不太濃 中和豬軟骨的肥膩 對 口腫的感覺 所以整件事是層次感得來 整件事很合適 因為它的湯也比較清晰 用木魚、昆布和海帶一起做 所以清晰地很配合烏冬 很傳統的湯底 很傳統的湯底 配合一個比較傳統 和咬了12個小時的豬軟骨 我聽到已經流口水了 我講回這個 就是他們非常出名的引稀名物 就是蟹子蟹肉肉子燒 聽到名字 有雙重蟹味 又有蟹子又有蟹肉 裡面還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裡面有芝士 所以吃下去不單吃到很嫩滑多汁的蛋 而且中間的芝士咬下去 有輕微溶化的感覺 我覺得整個口感非常棒 而且很滿足 吃下去很豐富 又有蟹子又有蟹肉 再加上蛋的嫩滑 非常之膚非常之滿足 簡直就是 簡直是我的最愛 我看到你剛剛夾的時候 拉絲的芝士很邪惡 對 接下來這個雞皮 真的不太好 很脆 外面吃的雞皮 通常都不太脆 可能有一點軟 或是硬硬硬 但它真的很脆 很脆 脆得像薯片 對 真的很脆 它說他們加了一層粉 還有調味 其實雞油基本上沒有了 所以才能做到這麼脆 而且它燒得很薄 因為雞油沒有了 所以吃下去 你感覺不到很油膩 那種很肥的雞皮 吃下去 嘩 真的忍住吃完一塊又一塊 忍住 這個真是很邪惡 這個真的非常棒 你今天的介紹真的非常好 還有 肥衣升級了潮肥衣 乳士並進 但是它的價錢 基本上沒有怎麼變過 而且是大件夾抵食 適合我們這些 可能想吃很多東西 但是可能 荷包的蛋藥 不是那麼足夠的時候 還有這裡的食物 真的非常推薦 值得分享給大家 而且更多吃 沒有很多吃東西 在家裡 有很多吃東西 吃東西 可以回去 吃東西 吃東西 谢谢观看